那天和好朋友聊天的时候,他说,时至今日,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像我一样跟你讲实话了。 我想了想,好像是这么回事。 毕业后的几年,愿意及时在你情绪乱七八糟的时候,说说大实话,让你清醒起来的朋友好像越来越少了。 更何况在一些塑料式的社交场合,谁也不愿意把大实话说出来得罪了谁。 时至今日,能够跟我讲大实话的人,恐怕只剩下我最要好的词党了。 平时陪我嘻嘻哈哈,到了关键时刻,人生逼落期啊,很丧的时候,就会跟我讲一些大实话。 身边的人,你一句我一句的,对我提出各种七七八八的人生建议,有时候越说脑子越乱。 这个时候,我就会去找词打聊聊,去句大实话,有时候还可以帮我避开一些不必要的烦恼。 小眼说,我身边的朋友们平时都在说,生活已经这么不易了,大家在一起多多商业互吹吧。 但是,话虽这么说,大家还是总是在我浑浑噩噩的时候,适当地站在旁观者的角度,向我提湖灌顶一下。 挺好,毕业第三年,能够这么真诚地跟我讲话的人所剩无极。 听了说,我爸妈天天都跟我讲大实话,比如你最近看起来真的变老了,还是好好保养吧,毕竟年纪也不小了。 类似这种让人绝望的实话。 所以说,平时忙于各种社交场合,充斥着各种塑料姐妹型和塑料兄弟型,虚情假意的,令人心累。 所以,我特别珍惜私下生活中,那些很耿直的朋友们,他们每次说话都能直接问几根源。 背对也觉得心服口服,因为真的很难得有人愿意开口跟你这样说了。 M说,有时候看看社交网络,那些评论区里说人们你来我网的回复,都觉得啊,大家能不能真诚一点。 而且,我不能理解每天互相夸对方是仙女的人,都是怎么迈着良心说出那些话来的。 像我和朋友之间的对话,都是真实又接地气的。 比如这个点呢,你还是早点睡吧,毕竟你的黑眼圈已经非常难看了。 小心出门被叫阿姨,H说,你呢,时至今日,还有多少人对你讲大实话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聊聊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